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叫佛图观这一块 刚才问人了 我们才能往下走 天天过去啊 好香 好香 闻到了 我去吃在哪啊 这是老店啊 他们家里面有好多店 去老店 这儿的啊 隐藏在这底下的 两位 两位 这边去 那个可以做吗 我也 哇 这人 这都是服务员啊 先做一下吧 可以可以可以 咱俩还运气比较好了 能做的 他们好多人定了定了 靠着肩膀就定了 有小份的吗 小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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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是大份的 对 糖十里鸡就是自私自里卖 最小的就是六斤 六斤啊 我俩能吃掉啊 哪里就是 小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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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九十八 不是 我叫外卖 我能叫吗 就在这里吃 哦 那可以啊 那太好了 哦 稍等啊 好 看你们是吃一整只 还是吃个套餐 套餐都有啥呢 套餐推荐一下呗 套餐就是说 炉筋的一半 就是三斤鸡 两份芋桃 一份沙生 算下来就是两百块钱 一整只鸡的话 都是刚好六斤 都是二百块钱 那你直接在这里下单 行 就这个 然后呢 去下单 老店 他这周围有好多家店 有什么大几个店 二几个店 三几个店 还有好多十多家店啊 我们就来这老店 都网上评价 都说他家老店做的好吃 这哥们我俩就过来了啊 他们家点餐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倒店点 倒店点的话 那斤都得六斤以上啊 我俩根本吃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扫码一叫外卖 完了之后倒店自取 那个的话就少一点 那个的话 鸡是三斤的 然后还可以点几个凉菜 买二百三的话 还能减二十 然后这些小吃啊 水啊 第二汤都是送的 网上不有说吗 到美国 就要吃肯德基 到重庆的话 一定要吃栗子坝凉山鸡 栗子坝凉山鸡 它是两个名 栗子坝是个地方 凉山鸡是这个鸡的 是这个吃这个鸡的店名 它为啥叫凉山鸡 网上也有两种说法 一个就是说是 从那个山东水国凉山 呃发源的 然后在重庆 扬兵立万了 然后还有那种说法 就是它里面放了有 一百零八种调料 然后和一百零八价 划等号啊 但不知道哪种说法是对的啊 但只要好吃就行啊 我们要的那个三斤的鸡来了啊 现在就可以吃 还冒着泡的 里面应该很热 还有两个小菜 一个就是丝瓜 一个就是什么 丝瓜芽 丝瓜芽 还有这个是山药 这个筷子给力 都那么大筷子 这啥呀 这是他们那个啊 芋头 他们叫芋儿 叫的挺cure的 我先尝个鸡肉 还有蘸料吗 哎呦这个有蘸料吗 有蘸料吗 这个 这个是可以蘸料的 哦 行行行 你先打一个 啊啊 一帆君打蘸料去了 他这个可以直接吃 也有蘸料 像火锅一样的 你自己也调一点蘸料蘸点吃 我先尝尝啊 然后看好不好吃 好吃我就不用蘸蘸料了 哇 鸡肉好嫩啊 好嫩好滑 你看你尝尝这个鸡肉 它鸡肉真的好嫩 没有蘸料吗 没有香油吗 没有 就这个 香菜葱花花成醉 他们这个凉拌的蘸料很清脆 有一点点辣 它换的是那种菜脚 基本上是叫的朝天脚 吃那个的话 一会儿可以拿这个几点面 芋头好吃吗 哇 有很多泥啊 嗯 这芋头好面 这是鸡翅膀 那这鸡翅膀那一段就很大 我先卖 吃到这第二块的时候 我觉得 味道出来了 就是很麻 后继是很麻 我觉得我挺能吃花椒的 但是到这边之后发现它这个 花椒放的 比我平时吃的量大得多得多 应该是直接一个 那这块有 有西味是吧 应该是 不是后搓成这个 那有个盘子 在东北的话 这种盘子一般是装菜的 在南方这个才能装垃圾 好像是把这个油浇到这个上 然后对 你吃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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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这么来的 应该这样 我放了好多的中药材 这个棍一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啥 中药材不太了解 我尝尝能不能吃 像个人参的 面面的 也跟山药一样 那比山药 还有点着劲 美女这个是啥 能吃吗 可以吃 可以吃 哦 好 沙参 荡参 这个可以吃 这个后劲能吃出来那种中药味 其实它就是用了很多中药 加上这个麻辣炖这个鸡 把这个辣椒的这个灶味去掉了之后 然后让那个鸡里面更入味 吃完之后你还不上水 我刚才捞了一个鸡干 这鸡干看的挺大的 一看这个干就知道这个鸡应该也很大 鸡干有点脏气味 刚才点的时候一说六斤就是吃不了 但是一上来之后也觉得吃那个味道 好像这锅三斤还不够吃 你去尝尝两个 丝瓜尖 还是头一嘴吃丝瓜一点 好吃吧 没有什么味道 都是调料的 他们那还有米饭 都是自助的 米饭老人茶小泡菜什么的 那个是免费的 我才发现你还左手 左手人聪明 你上学是咋来的 你妈送你来的 你爸送你来的 我忘了吗 都来了是吧 都来了 就刚来留了 我们来留了 早来了五六天了吧 就是转的 也没顾着吃就转了 我们吃完了 我们现在要去做轻轨要回去了 就是好不好吃 你问那个伊凡 你问好不好吃 好吃 肉特别香 肉很嫩 麻辣也非常 就没有特别辣 它没有那个燥辣 就是麻一点 吃完到现在就感觉已经 嘴里面已经感觉不到那个辣的那种 感觉的 对 胃里头也很舒服 就是没有 刚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特别辣 然后也吃完那个胃里呢 就是感觉像吃饱了一顿饭 然后还有滋味 很有饱腹感 但没有感觉就那种辣的 有负担感 然后我们俩现在就往回走 我可能就很快就要离开重庆了 等到有约的重庆的粉丝没吃上饭呢 我等我下回来在那边吃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